Hello,大家好,我是段烈,我来自北京,现在在西班牙读法经济学的博士,这是我来西班牙的第六年了,14年来的西班牙,大家呢都很关注欧洲的疫情,特别是西班牙目前的情况,很多小伙伴都看到现在西班牙开始出现了解禁,让我带大家去看一看解禁下的一些变化吧。 现在你可以看到,理发店终于开始营业了,但是按照规定,你必须打电话预约,并且要戴手套和口罩才可以进入,这是我家附近的一家秘鲁餐厅,他们好像只提供外送服务,外面的食品柜上的食品还是比较充足的,特别幸运今天看到我们家附近的这家中国货行营业了,让我们去看看里边的状况吧。 在西班牙真的很幸运,因为你在这儿可以买得到豆腐,还有鸭血,以及各种豆制品,西班牙的产品都有包装供应。 马德里市政府说呢,从5月11号可以在近三天多家药店,为马德里市民提供免费的口罩,我们去看一下现在的情况。 你可以看到这是一家药店门口排了很多的人,在等待领取免费的口罩。 到了最后,终于排到我了,大约排了得有二分钟的时间吧,然后你可以看到门上写着只有在下午的时段是可以领取口罩的时间。 然后现在还是没有那个乳酱手套买,但是现在已经有了儿童用的FFPR的口罩。 因为我时候都是学生居留,我不知道能不能领得到。 因为我用的是学生居留,他必须得再去登记一下。 我现在呢已经领到了口罩。 你可以看到正面是这个马德里大区的标志。 还有一句阿迪南的马德里,马德里向前进的意思。 然后,背面你可以看得到。 它是国产的口罩,是产自温州的,PN95。 生活在这么一个城市,特别又领到了国产的口罩。 其实还是挺温暖的。 阿迪南的马德里。 今天 teams会认不是这个检体。 我们有了个沟 culprit。 我们有没有什么 Position目。 sav者物译为民义星宝�ара版本中的 deal。 Vo Female。 我们下一次防尼星. 在发尼星学派系。 我们温存了出来。